我们说话中啊 很多时候还会有一些突发的 这是特别体现一个人说话的能力 或者说情商 我记得我也会去无锡讲课 讲课完了以后 我们一般讲课都给后面扔几个问题 大家随便提问题 我一般都说问题可以随便提 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结果有一个提问的人上来就是 就喊说这个 马先生我好喜欢你 我儿子也姓马 你看他不说他丈夫姓马 他说他儿子姓马 然后我在上面就愣了一下 我说这跟我没关系吧 然后底下就哄堂大笑 这就是能够化解问题 语言这个能力啊 有人是天生的 你说你是经过训练的 你经常出场 你经常说话 你肯定没问题 那我身边也有人呢 我身边好多同事啊 有的人就特别会说话啊 比如我经常有要签书 签书呢有时候量大 量大很耽误时间 有时候就积攒在那 那我底下有个小助手就说 一看我有个空就抱着一堆书 就是马上让我签 有时候我就那么一会儿空 我说啊你收钱了吧 我这个小助手就说 宣姐让我来签的 我说他给你钱了吧 他说给了没收 你看这话说的多好 四个字给了没收 接着你的玩笑 把所有的问题全部化解 只说四个字 这真的是需要语言的情商 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啊 这例子都是十事 要不然你们都不信啊 这事啊就是语言 它是有共情能力的 有回我去这个德国慕尼黑 在慕尼黑呢 进一个宾馆下榻 那个宾馆里贴着那个广告 招贴上面写着 朗朗在这个地方举行音乐会 然后正因为 大概有个十几二十个人吧 都在那 因为要登记什么 还得需要一点时间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这个 这孩子我认的 朗朗 我跟他还有几次接触聊天 我说这孩子情商特高 我正说着呢 这朗朗就从楼上下来了 一眼就看见我 呦 马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 我说正夸你呢 说你情商高 你们猜朗朗怎么说话 朗朗 立刻就把我这话接上了 他说那还不是读你书读的 所有在场的人 立刻体现到语言的这种情商 这话双层意思 第一层肯定了自己 对吧 我说你情商高 他说那还不是读你书读的 第二 同时巴结了对方 或者说赞美了对方 这样一句简单的话 没有经过事先的任何准备 也没有排演 张口就来 那真的是有语言天赋的 所以你说朗朗成功 他真不是偶然的 至于他钢琴弹成什么样 钢琴的能力我不清楚 我也不是专家 我也不去评判 对吧 他不是体育 体育很容易评判 他有比赛结果 你不是跑步 全世界跑得谁最快 那很清楚 对不对 但是艺术很难说有高有低 但是语言的能力 这是我领教过的 像朗朗这样的语言能力 就是用一句话 能够说出两句话的内容 那真是 我觉得是有天赋的 我们每个人一定要 尽可能地多读一些书 多读文学书 我老说读文学书的功能 就是让你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让你的语言比别人更有感染力